大家好,我是宇鹏,我是購物專家。 我現在同時也是全台灣最老的購物專家。 因為快要滿50歲了,我想給我自己一個生日禮物。 那自從我看了超市有一個整型節目, 發現到底頭的冠軍團隊是精傳的醫美診所。 那我就覺得,嗯?他連素人整的都會這麼樣的好看, 讓我非常有信心。 像這一陣子,我為了要整型,我已經質詢過其實很多家。 可是我發現到,能夠有這麼專業、這麼精準, 而且做得非常自然的,大概就屬精傳了。 所以,我好不容易放下自己的心房,決定來精傳。 那如果觀眾朋友,如果你會有一些像我一樣想要改變,很期待改變, 但是你還很怕做壞掉的,我個人是推薦精傳。 因為幫助自己找一個專業的醫美團隊。 祝你聖皇,那就說,就你的臉型, 哪一種可以幫你做得更好? 哇,因為我一直有那個大小眼的問題。 我一直有大小眼。 我心念對鏡頭的時候,特寫的時候, 我會發現這邊眼睛很小。 是的。 尤其現在這個眼皮已經開始這樣垂了。 所以我想要說,不要讓我每次化妝的時候, 到第二集的時候,上眼睛都蓋到下眼睛。 所以我覺得這個雙眼皮, 不需要把它弄得比較明顯的這樣子。 OK,那你平常在上節目會做雙眼皮貼嗎? 會,我這邊大概最高幾乎貼到三層。 這邊三層? 對,這邊大概都貼一層。 一層? 對,把它弄得比較快一點。 那貼完雙眼皮貼,你還會上眼線嗎? 會。 雙眼皮貼眼線? 對,因為on夜班的時候, 我們要把眼線瞄清楚, 才不會讓觀眾感覺我們很順眼清爽。 對,你目前的鼻子想要改善的是哪一個方法? 不是,我承認鼻子,我之前在別家做過。 可是你看,我們側邊看的時候, 很明顯它已經按叫幫刷了, 整個胎兒就已經都掉下來。 因為它是做的比較簡單, 那個手術也很快。 可是,發現幾年之後,很明顯的整個都掉下來。 你看,現在沒有化妝, 大家其實看得出來。 不管從正面,從側面。 好,幫你聽。 看得出來什麼東西呢? 這個地方。 這裡有一根,對不對? 對,然後這個地方,好像。 嗯,我感受的。 不適合你,我擅長。 小四個月。 我遇到了。 這段時間,請回瞞。 是要嚴重。 對,然後這個地方。 loop,可以看得出來。 我bed盯著心靈靈。 是不是最綁重。 我們昨天,晚上。 noi,今天晚上。 我們明天,晚上。 我們擅長。 我們每天。 我們可以,才能把眼泛、 我們 fell。 開明天,晚上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